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场三班1650米 这场是马小小的场合 十匹马跑而已 升班马有只焦点马 尽力之城上次 波剑市收姜赢 延迟报名加入又情趣 这场霍利是出四只 隔了一个礼拜出就是飞云追 隔了一礼拜就骑士都不同人 今次换了蔡明啸 所以今次缩回来1650 凌座一档放的了 今次应该都不会放在后面跟马 反而尽力之城 今次换到六档 但因为内则差不多跑法马太多 未必贴到篮 走着二踏生位 就可能对这只马发挥就更加好 一路跟着赢家辉 看看波剑市 就看着潘顿跑 希望他可以高下 Little 暴速前面有飞云追和红途巨星 会快一点 或者中等 要快的暴速 不快的暴速 他留著來跑 留得後就正好 回來終點前 那隻馬不是沒有的 那隻月木星光還有 但他好像未曾過 他頭已經按住收薑 他都狼了 你過不了你就死定在 是的 明明 還有可能50米左右 看一看旁邊 自己收薑 好像有很多分子在手 這把金桂也是做足功夫的 我們看看一個試襲鏡頭 那個斯黎地閘也是走著外搭的 走進去包尾的白衣 天地人跑第二場 轉去呂建威馬房 這隻盡力之城就拍著那隻兼有料 外面黃衣就一起走上來 他都站起來了 一直沿路都 旁邊的馬都有點動 但他就真的不斷站起來 站到高高 真的是輕輸暴頭而已 都動都沒有動過 波仔也知道那隻馬有多少 上次都跑過了 所以他都不放手 升班還有一件事 一個輕球騎士來 看一個晨操 晨操是誰跳呢 當然是偉達 練馬師親自來 近鏡拍攝的專才 灰馬田泰安 偉達一直跟得很輕鬆 可以說 曲尺手再現 對 自己湧上來拍跳 這些馬他都是當打 這隻馬我便知道 馬豬中了一群是PP 馬豬有很多漂亮的PPG 什麼知成什麼知成 匯力之成那些都是 但這隻馬在澳洲 已經是他自己名下的 找不到什麼特別的心水 不如他在澳洲那邊 不過不失的就說 不如過來才算 不行就降班 結果真的要降班 不過我覺得這隻馬 它的跑法和那邊有些不同 那邊的馬 在澳洲就擺在前一點 但這隻馬在香港 擺在前的效果不太好 也試過了 譬如跑泥地又擺在前 好像差一點點 當然不太好 結果這場 因為遇到快步速 上季 縮到這麼後跑 他就很棒 回來贏得收僵 所以這次雖然班次不同了 對手不同了 希望有一個較正常的步速 我想這隻馬 因為升了一班就減榜 所以他仍然憑著這個狀態 也有機會 這個步速我想主要操控 在飛雲錘上 剛剛也說過了 上個星期也看到飛雲錘 做一個數據 有人換人會不會好一點 原來莫雷拉和他騎 只有一詞冠軍 蔡明蕭不同 一貫一貴 蔡明蕭其實這隻馬 當然是熟 因為我們上一次 想實 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他會不會 流一流來跑呢 我猜他 但他真的想流一流來跑 但其實你跑完 你會覺得這隻馬 跑1650 他放在前一點 應該會好一點 我覺得比他放鬆一點 跑好像好一點 但是上季尾跑1800 他縮在後面跑 留著他 又可以追一下人 但是 一馬上次輸了 這次 因為他上次賽前 大家知道他沒有大閘 是 所以這次匆匆在戰 情況更好 上次也有閘 不過可能又是輕輸保頭 跟馬 這次就是試多貨 兩貨帶來 很多貨 還有換了個蔡明蕭 放頭 當然是蔡明蕭 還要撿到那一檔 應該都不跟馬 另外一隻 潘頓 都很清楚方家拍馬房的戰馬 但是這次他繼續跑上季贏過的 刑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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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頓真的很合拍 他流放得 你知道他一向 赤寸馬在他跨下 他真的拿捏得很準 在哪裏法力 在哪裏應該留住 在哪裏找車檔 所以這隻馬他真是好東西 其實可以 清脆利落 不過評分我想都沒什麼在手 你看潘頓這邊 打到 都是剛剛贏到外面的 蝕毀的肥仔威威 那你見到後面那些雙白旗 都是輸給他 都不太遠 是 看看這隻 刑家輝 主旗都有做事 現在黑武那隻 貼藍現在第三位那隻 就是第二場的淺草飛 其實這貨士習潘頓 都是指在順走 如果四字講 他沒什麼刻意逼他 就是讓他輕書捕頭 開一下戲 這個性質 沒事 最重要 要留住的時候 不要搶口 就是 輕輕 很容易又跟上來 又不要脫節 那些馬 跑開了 身體已經是 都沒什麼 都沒什麼 特別要磨他的功夫 可以說 他又拍下跳 都做很多事情 以這個馬房來講 是的 試完貨集之後 潘頓十二號都親自過當 就跟他跳了貨 最後試跑 就是近鏡那隻 藍藍藍色衣服 然後他就盡憂自在 他一直在外當 看空了 那隻馬都不疾不除 然後這個鏡頭也還可以的 還有潘頓手 這隻鏡頭真漂亮 他抓得鎖得緊 但這隻馬不鬥 因為以往有些助手跟這隻 刑家輝跳 鎖得緊 就兩邊擺 但潘頓跳的 師傅不同 他就沒有搶口 最後一選 基哥你也有提到那隻雙白旗 這次霍利時四隻 我覺得在他幾隻馬當中 霍利時馬房 他這隻雙白旗 即是已經出水準 可以說長期都挺穩定的 他就算千八就行 千六就行 尤其是排一個比較好的位 他變成不用縮那麼後 這場馬我預計 真的步速不會特別快 所以他搜到一個好位 他可能回來很近 這隻馬有他穩健的一面 在這場馬上 他差不多 一定有機會在前面 他沒有其他對手 我們剛才說的幾隻馬 你說穩健 可能不及這隻冷碗 穩健也不一定 最重要 他經常走進來都挺好分的 是的 所以這隻馬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拖 而且你買這些什麼 三重彩、四重彩 你找個捏膽都可以 差不多 他很近 如果從操練上來講 其實雙白旗都算做足功夫 因為八月尾試了貨集之後 其實中間跳足 去到最後星期一 十四號就跳了貨 最後試跑 當日場地有點濕重 這隻馬仔 他人操沒什麼鋒芒 不過你看他的身 最重要是不要瘦 也做夠東西 看不到什麼特別的 可以說 不吸引的那隻馬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習慣他 經常都是這樣 神貨就餘老一點 比較內斂一點的馬 最重要是夠壯 這次其實磅數 輕輕升上四磅 也是很現象 還有基哥說了 這隻馬有個好檔 他就會跑得舒適一點 不用那麼厚 這一場我們選了八號的 盡力之城的星班馬做膽 拖六號的飛雲追 二號迎家輝 和三號的雙白旗 八拖六號二號三號 連贏位置 共六注 又來到誰贏得多的環節 不過雷神現在變成三個 一哥鬥三哥 誰贏得多呢 頭場全心全意和精彩飛動 全心全意都叫做 沒什麼快馬 他都會進來的機會 我想這些 精彩飛動就開了戲了 好像上次一般的 這隻馬 他贏馬的時候 要有很多天造地鐵 要有很多東西幫他 第二場 喜勝區風雨區 風雨區的贏面 差不多是日本頓最大的馬 明晚擺明的 這隻全熱門 對手好像不太強 喜勝區 因為對手不多 喜勝區進來的機會都大 兩隻我可以選擇 第三場 甜酒杯對智利共賞 我傾向喜歡甜酒杯多一點 智利共賞 就是要看看他怎麼跑 不過降班也好 好像不可以很忽視他 第四場 機緣巧合對開心大師 也是機緣巧合 希望高一點 因為開心大師 經常都跑完 一贏完一場 好像要消化一樣 而且不是那麼容易贏 也贏完了 第五場 鴻圖巨星對盈家輝 兩隻馬其實相差不太遠 因為鴻圖巨星跟雷神很合拍 或者捕捉他也不定 鴻圖巨星 那是鴻圖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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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圖巨星 不太簡單 鴻圖巨星 這隻馬兒子小小都有些鬥心 第七場 仙利其遇和日日靚 兩隻馬來講 當然是日日靚 那個前景會樂觀些 也需要 仙利其遇 雖然令人很失望 但是這隻馬很必須 排到這麼好的位置 還有一倍 每次都抽到好档 第八場綠色時代對洛滿家 按道路程 我覺得洛滿家這場比較適應 綠色時代是好碼 不過我覺得他會長一點才好 數完之後好像雷神略高一籌 基哥好像你有金句帶給我們 我這次想到的就是 知此加哀兵,勇到彭彭升 知此,記得頭場基哥說看下游馬房 是不是在說他們呢?要給一些掙扎 你在這個馬圈裡,知此近乎勇 最重要是吧?還有一些哀兵之勇 那些勇是很重要的,所以都勇到彭彭升 可能這次他們會爭取得好成績 大家這次的賽事不妨留意下游馬房和下游騎士 明晚頭上的賽事七點三開八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拜拜